好 你們兩個 接連兩名男子翻牆 進入縫隙國小校園 其中這名穿藍上衣的張姓男子 還當著小學生的面 和老師吵了起來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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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經常的事情 我跟你講 我有想像幾人 他有幹嘛 張姓男子怒拍老師搜證鏡頭 在此之前 張姓男子的兒子 其實早就闖進躲避球賽事 大聲叫囂 那你進來的嗎 那你們每天都這樣子啊 哪有每天 不要夾摸 這校園 這校園呢 不滿學校躲避球賽 奏音太吵 他只穿內衣 四腳褲 光腳壓 怒衝 縫隙國小校園 槓上學校老師 甚至坐在場中央 堅持不讓比賽進行 他這樣跑進來 你們會害怕嗎 很恐怖 很恐怖喔 不要怕 不怕 小朋友目睹衝突場面 嚇到大哭出聲 女老師連忙安慰 而這場老師跟居民的衝突中 學務主任也指控被打傷 大腿黑青紅腫 將對對方提出傷害的刑事 以及民事告訴 看到一敗老師就這樣我們走了 老師說 怕我們嚇到 他們是不是很兇啊 還跟老師吵架是不是 還有打老師喔 事情發生在4月29日 星期五的校際躲避球賽 當天在場的小學生們 現在想起來還是心有餘悸 雖然居民不滿學校打球噪音擾人 但無視校園圍牆翻牆擅闖 正值上課期間的國小校園 還標出不雅自言怒罵 不良示範已經在無辜的孩子們內心 造成不小因因 TVBS新聞中心熊徐克成 何一星度影節高雄報導